市民iedい 各位同志朋友好 歡迎收看政頭 policy 我是F programa 今天加權指數再度下跌 其實說這幾天 不但說台股持續在下跌 包括像美股也是一樣 廢半或是像是 标普500指数这些都是 其实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 我相信说看空的言论会越来越多 很多人会去 在这样子的氛围之下 很多人会去猜测说 是不是空头来了 目前的行情它到底属于多头还是空头 我相信你在近期 会越来越常看到这样子的言论 尤其是说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又在续跌 大家其实要知道说 所谓的空头跟多头 它并不是说一体两面 它并不是绝对的 不是说好现在股票市场 它叫做多头 我们去买股票做多就会赚钱 现在股票市场如果是叫做空头 我们去放空去卖股票就会赚钱 不是这样 股票市场本来它就不是线性的 你说像2008年 2008年空头 这个金融海啸 它算是很标准的空头走势吧 换跌换跌换跌 2008年 但是2008年你说你随便去放空一档股票 都会赚钱 绝对不是 那像是在去年 像是在前年 这是很标准的大多头行情 没错嘛 在资金行情之下的大多头行情 那你说去年前年 有没有人赔钱 一堆 还是一堆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空头走势里面 我们放空就会赚 多头走势里面 做多就一定会赚 股票市场它不是这么绝对的市场 它里面是有区分非常多的小区块 所以就像我讲的 你说现阶段的指数 不好没有错 事实摆在眼前就是不好 那既然说指数疲弱 也不需要说讲一大堆理由 那去看多指数 指数它确实就是疲弱 但是就像我讲的 每个阶段它有不同的强势股 指数在年限之上 会有属于年限之上的强势股 指数在年限之下 会有属于年限之下的强势股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来去看 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在这个位置 年限之上 这条是年限 在年限之上的强势股 跟在年限之下的强势股 其实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说上涨的加速有没有变 其实你仔细去看 年限之上跟之下 上涨的加速其实不变 今天你感觉行情不好 但是今天涨停的股票将近30档 所以其实 你说要去定义说现阶段的盘势 它是属于多头还是空头 这是没有意义 就算是多头 你不会因为说 随便去买进股票就赚钱 就算是空头 你也不会因为随便去放空 就稳定赚钱 绝对不是这样 所以其实就像我讲的 你只要说抓到相对应的股票 不论说大盘在什么样的位阶 一定都有得赚 百分之百都有得赚 尤其是台湾的法规 台湾的法规其实对于说 投资人 对投资人其实算是非常的不错 因为包含一些投信 包含一些外资 只要是他是所谓的基金经理人 他都有最低持股比限制 但也代表说 不论说什么样的行情 投信不能去反空 就算行情再差 他也势必是需要找 相对稳定的股票去买进 所以他觉得形成说 不论说大盘再怎么烂 里面一定会有强势股 是不是 今天的生计 今天的太阳能 跟我们上周不断在讲的风电 相对都强势 今天大盘长这样 但是像上尾投控 持续在创高 四季刚持续在创高 元金持续在创短线新高 是不是 所以你去看这个位置 来大盘 你说大盘什么时候会占回到年线 什么时候它会正式转强 所谓的正式转强 我认为说短线上不会出现 如果说你纯粹是看技术面的转强 要占回年线 短线上很难 前面非常多的卖压 但是在这样子的位阶 它有属于这里位阶的股票 你去想 其实你去看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它目前是称赞大约是年线 跟前低这一段区间 一旦说指数如果跌破了前低 16,764点 就算16,700点 如果说跌破前低 我敢跟你保证 又有新的一群股票会浮现 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分阶段去看 尤其是现阶段 如果你说大盘所有的因素 所有的利空 这都是可以控制 可以分析的 那我认为去分析这无所谓 去详细分析这些东西都可以 问题是说现阶段大盘四大利空 包含疫情 包含中国风尘 包含通膨 包含升息 包含战争 每一项利空 每一项消息 都是你不可控的 封城 疫情 战争 没有任何一项你可以去控制 甚至连分析都觉得这是多余的 因为毕竟说 这样子的消息面 它是掌控在 可能说某个国家元首 或者说某一件事情的上面 那既然是这样 就不需要去过度去分析 那你需要知道的是 当大盘在这样子的位阶 会涨什么股票 这才是重点 这也是我从上周 那就不断在强调 指数什么时候会涨回年线 不重要 重点是 年线之下会涨什么 这才是重点 你去看370 3708上尾投控 上尾投控 当时指数在这个位置 4月8号 大约是这个位置左右 好 上尾投控 说上尾投控 涨停第一天之后 大盘是一路将下跌 上周四跌 上周五跌 今天再跌 问题是上尾投控 完全不受影响 3708上尾投控 布局完之后 4月8号先一根涨停板 再来 法说会后4月13号 利多出境的拉回 我们下去做加码 4月15号上周五 上周五涨停板最高到127.5 15% 今天大盘一样不好 4月18号星期一 一样大涨5% 这一段20到25% 是不是最高来到134.5 你去看 这跟大盘几乎是完全反向在走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 你说大盘到底是空投还是多投 这东西绝对它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 它这个定义不是这么的绝对 不是说大盘它现阶段是叫做空投 空投你去放空也不见得会赚 是不是 你说2008的金融海啸 只要有放空全部都赚钱吗 绝对没有 甚至说像一路跌下来 你去看2008年的走势 这样一路跌下来 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强势股 甚至当时的离岸风电 在这一段下沙的行情 它涨势也特别强 所以这就像我讲的 从上周就不断强调这样子的观念 当大盘再不好 那其实所有的利多 它都会变相对的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建立在法规上 法规规定不论说外资 不论说投信 它一定有最低持股比的限制 他们在操作的是基金 是基金有最低持股比限制 所以其实这些逻辑 全部都是在建立在 法人他不得不去买股票 既然说法人资金不得不去买股票 资金自然会去寻找说 最安全最稳定最有效率的地方 是不是 所以你去看 从上周一直有在强调 就算说没有任何的利空 没有疫情 没有封城 没有战争 但是在今年很多的科技股 它还是得下修 因为去年太好 去年太好 那今年回到常规 很多的科技股 它看起来 它的衰退幅度就会很大 是不是 那其实你换个角度想 如果说在今年 因为去年疫情的影响 缺贵缺工缺 缺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导致说报价上涨 那获利出现一个爆发式的成长 符合这样子条件的股票 在今年都会下修 那你换个角度看 如果在去年没有因为疫情的影响 出现爆发式的成长 在今年是不是相对就会比较好 包含像网通 包含像先进制成 这些都是 甚至包含像是风电 包含像太阳能 你去看 其实在这样子的盘式之下 你只要没有退步 只要持平 一间公司的展望 一间公司的获利 它只要持平 相对来讲 它就是往上进步 它就是往上进步 我举个最白话的例子 就是说 当一群人 一个班级 当所有人都在退步 你的成绩不需要进步 只需要维持 维持原状 持平是不是变向 你就是进步 现阶段的逻辑 也是这个样子 你说像是上尾投控3708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Google一下 你去Google十年前的新闻 十年前的新闻 上尾投控 它一样在涨离岸风电 甚至说离岸风电 这样子的题材 从2010年到2013年 就已经有了 为什么说走了十年的题材 它到今天还有办法上涨 重点就在这里 因为它没有衰退 没有衰退对比上其他店之雇 它就是往上成长 所以你去看为什么说 你说整个离岸风电太阳能 它有没有什么新的利多 没有 它有没有什么新意 也没有 甚至你说它有进步 勉强来说可能说稍微有一点进步 但是它也没有出现一个爆发式的突破 但是为什么近期会强 因为其他的产业在衰退 是不是 这个就是相对出来的 所以你看上尾 3708上尾投控 它虽然说题材没有新意 整个族群 它虽然说有政策加持 利多加持这些都好 问题是它这样的题材 在十年前就有 最大的优势就是说它没有衰退 所以你去看 在这两周涨了从25%以上 至少是25%以上 虽然说题材没有什么新意 但是它的走势 却是非常的扎实 至少赢过九成的电子股 至少赢过九成电子股 所以这就是现阶段 属于年限之下的强势股 如果说这个位阶稍微的转换一下 如果说目前的指数 它是在年限之上 那我敢跟你保证 可能说涨的股票 题材完全不变 涨的股票会完全不同 因为位阶不同 涨的股票也会不同 包含像世纪刚刚也是 9958的世纪刚 世纪刚当时有讲 错过上尾投空 不需要去追 还有另外一档 水下基础建设的黑马股 上周四买完之后 直接往上拉 上周五直接在一根 将近涨停半 将近9% 它的获利本身就好 2021 5.54 2022成长将近100% 9958的世纪刚 今天一度在大涨 将近半根涨停 最高来到136 是不是 这一段完全不受大盘影响 涨幅也将近两成 所以这就是我所说的 你如果说一直在意说 大盘到底什么时候 会这样回到年限 什么时候会打底 什么时候 整个盘是会比较稳定 你只会被困在自己的 一个的思绪里面 你不知道的是 其实很多的股票 今天都已经在大涨 所以其实说在这个时间 如果说造成大盘 疲弱造成大盘回档的原因 它是比较具体 是你可以分析出来的 这样我们去探讨 没有问题 问题是说 现阶段的大盘 它所有的利空 都是消息面所引导 既然是消息面引导 你分析对了100件事 就像我讲 你分析对了100件事 101件利多利空消息出来 照样叠给你看 是不是 所以在这样子的盘势之下 最重要的不是说 大盘什么时候会指纹 而是说大盘 在这样子的位阶 什么股票会涨 因为它是建立在法人 他不得不去买股票 既然说不得不去买股票 就一定会有一小群 一定会有一小群股票会上涨 包含像今天的生计也是一样 今天生计 很多股票也都开始转强 如果说像检测 防疫这些 这些就是短线操作可以 但是我不会建议去放大比例 因为毕竟说这个东西 它也是有一点点跟着消息面在走 农粮这些也是 稍微的跟着消息面走 那相对也比较不稳定 但是像是政策加持就不一样 它本身就有一个非常长线的利多在保护 所以像是太阳能也是 6443这些都有讲过 4月13当时就有特别讲 往上拉 从3月16就有讲过了 来去看 转机性强 全领2.5到3元 稍微是逊于6477的安基 但是股价便宜4成 那你去看 援金从3月中开始 是不是比安基强 4月13再讲一次 今天大涨 今天大涨的5%以上 这个位置往上拉 这也是几乎跟大盘是完全反的走 所以其实在现阶段 你说行情不好吗 那我认为说 看你怎么去定义 如果说你单纯去看大盘 大盘当然是不好 但是如果你说实战上 实战上真的会到很差 其实也没有 很多的个股非常的强势 而且这些 它其实都是送分题 因为这些题材它原本就有 太阳能题材谁不懂 大家都知道 离岸风电 甚至10年前 可能说有些比较资深的投资人 10年前你就听过了 是不是 这些都是送分题 所以在现阶段 我认为说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避开一些平价会下修的高科技股 半导体股这些都是 只要你把这些 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出现爆发式的成长 今年衰退幅度比较大的个股 把这些避开 那自然 你买进的股票就不会到太差 这个东西就相对的 所以你去看 还是一样这张图 年限之下 不论说你要去换股 还是说你要去布局 我们朝向都是这一块 具有迫切性的趋势产业 电子类股 比较值得去买 今年就是电动车 现金制程跟网通 那再来目前 现阶段就是绿能 太阳能 离岸风电 这些都是 那如果说非趋势产业 反弹上来 一定要去卖 一定要去卖 那最重要的是 在本周其实资金它 在本周没有说太重大的法说会 所以资金它预计 还是会绕在这些既有题材上 包含绿能 包含生计 这些都是 那像上周提过的 绿能相关 全新一档股票 它在未来是要打入所谓的 封储合一的系统 这一档股票 今天小幅度的拉回 刚刚好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进场点 今天来电明天直接带你买这一档 利用广告时间直接打电话进来 所以你有看到很多人去跟你说定义 说目前的大盘 它是多头还是空头 是不是 那我认为说这个定义 它就是一个名词上的定义 你说什么叫做空头 只要放空就会赚钱 这叫空头吗 绝对不是 什么叫做多头 你去看去年 很标准的超级大多头行情 没有错嘛 几乎可以算是说30年以来 最大的多头行情 但是去年 所有做多的人都赚钱吗 绝对不是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相对的 既然是相对的 如果你说盘是不好 会涨的股票是 应该说下跌的股票大于会涨的股票 但是里面还是有一群会涨的股票 那就像我讲的 一段行情的好坏 如果你说一段好的行情 叫做说一段行情里面 很多股票会一起上涨 但是你的资金只有一套 以实战上来讲我们还是买一到两档 我们的资金效益就可以发挥到最大 没有错嘛 那你说同一段行情里面 有再多股票会同时上涨 剩下的不过都是机会成本 我们要赚钱要买进 就是一到两档就够 剩下通通都是机会成本 这就是我所说的 大盘在今年不是说这么的重要 你要了解的是说 大盘它在这样子的位阶 到底会涨什么样的股票 所以很多人会说 我等大盘稳定一点 等大盘稳定一点 打个底部再进场 但是其实说稳定的定义在哪里 要等到所有的消息面都结束吗 等不到 今年明年可能都等不到 通膨升息这个东西 影响是比较长期的 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去赚 短线上的实机财 那你要去等一个超跌区 这倒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 你是想要去把股票市场 那当成是一个投资工具 增加自己的资产 额外的收入 那这样子的行情 一定要去适应 你要去想是说 当大盘在什么样的位阶 会涨什么样的股票 所以在我这两大平台 Lite跟Telegram 我告诉各位 都是对实战上有帮助的东西 ID都是WE178 WE178 前面切得加小老鼠 这两大平台一定要记得加入 非常的重要 我告诉各位的 都是对你赚钱 有实质帮助的 而不是说 就是大盘现阶段怎么样 去给你信心 但是这其实意义不大 是告诉你说 现阶段大盘在哪里 那什么样的股票 相对会比较强 就像是整个风电都是 就是说太阳冷 离岸风这些都是 那在这一块它的概念 其实就有点像是说电动车 电动车或是像是说台阶先进制程都是 它从上游到下游 从制造那到最后的风场这些都是 所以能够操作的标的非常多 那就像我讲的 同一段行情中不需要太多股票上涨 最好是从好像上尾 上尾先涨上来之后 上尾是属于整个风扇的原料 风扇原料涨完之后 水下基建四季钢再涨 那接下来可能轮到一些工具机 除能或是在最后的风场 风场的标案 有可能它会以轮涨的方式去做流动 所以如果是以轮涨的话 就代表说这个区块 能够操作的标的还很多 来来3708的上尾 这就是我所讲的 上尾头控就是很标准 它是属于年线之下的强势股 是不是 你去看 这个现象就蛮有趣的 当大盘在年线之上 如果我们以技术面的定义来讲 这一段算是比较好的行情 没有错嘛 这一段是比较好的行情 问题是 这里跟这里 上尾的题材根本就没有变过 但是为什么 当指数跌到年线之下 上尾才在涨 是不是 你去看 指数在年线之上 这一段明明就是 大家比较熟悉的好行情 但上尾它却不涨 它在这个位置 要涨不涨的 只有说指数跌破年线才开始涨 包含四季钢也是 来你去看 四季钢也是一模一样 这一段 大盘在震荡 这是大家认知中的好行情 问题是四季钢不涨 它不涨就是不涨 在这边 在这边非常的黏 但当指数跌破年线 四季钢就开始涨 开始涨上来 你去想 像四季钢上尾 或是说整个离岸风电的个股 当指数在上个月 在年线之上 跟这个月在年线之下 它的利多 它的题材有可能有改变吗 绝对没有 百分之百没有 十年都不变了 两个礼拜会有什么改变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市场上 它的参与者在变 是 股票市场是有机体 那它在不同的位阶 不同的 不同的技术上 技术面上 那它的涨的股票一定会有所不同 包含市场心态 包含参与者的不同 所以它会包含像风险也不同 所以它会变成说每个阶段 明明说所有股票题材都不变 但涨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像元金也是 来你去看 这个位置 你说三月 三月中下旬 大约是这个位置 三月中下旬指数比较强没错 但是偏偏 这个位置元金它也是爱涨不涨的 甚至还下跌 那一旦指数跌破的年线 才开始往上涨 包含像帽迪也是 帽迪也是在太阳等中转积性比较强 今天也是开始涨上来 所以这就是 一个相对的关系 当指数在年线之上 有更好的选择 因为市场信心度比较充足 所以大家会去挑选一些 比较积极 那可能说在今年获利 更有机会出现爆发式的个股 像是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 二极体 或像是MCU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当时在三月份 指数在年线之上 我们操作的标的 但当指数跌破年线之下 那因为说 整个风险跟位阶不同 所以这些原本就既有的题材 相对来讲 反而是会吸引到资金进场 那当然说指数在年线之下 也不是说所有的科技股都不能做 像是说 好 趋势比较明确的 这种就不怕正 3596的字役 像是整个网通族群都一样 3596字役 它的位阶相对 相对起其他这些 非趋势产业 绝对是好上非常多 这个位置 也是正一生就有机会再往上 那包含像是 我们四月初操作的神准 也是一样 往上拉 那神准特别补充一下 因为说它的获利高峰 预计是在第二季 所以可能短线上它的高点 就会落在这样子的位置 所以神准在这个时间点 完全不建议去操作 是要找卖点 不是去找买点 所以还是一样 来这里 年线之上重的是4 年线之上重的是 年线之下是重值 所以我们不用去判断说 指数到底什么时候会回年线 到底会因为什么样的状态 直接占回年线 这没有意义 我们要去做的是 指数在年线之上涨什么 怎么去操作 那像现在 指数在年线之下 我们怎么去操作 怎么去买进 那其实如果说单纯以整个加量结构来看 目前指数确实是跟年线稍微 所以乖利有点过大 很快就会出现反弹 可能说很多个股都会起涨 但是重点来了 就算大盘反弹出现个股的起涨 所有股票全部同步上涨 这一群 非趋势产业 成熟自成 联电世界先进力 记忆电这些 面板面板驱动IC 记忆体 各式各样的消费性电子 如果有反弹 一定要换掉 一定要换掉 尤其是记忆体 记忆体目前乖利很大 它一定会反弹 但是反弹起来 请你去换股 那换就是换到这里 具有迫切性的趋势产业 电动车绿能 现金这些都是 那全新一党 风电相关 明天进场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摩尔证券投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